首相纳吉说 人们不需要针对沙拉越参阻马来西亚的某些协议或者领域的自主权制造课题 只需跟随长期以来的协议继续合作下去 他强调联邦政府和沙拉越州政府一直以来都互相了解及合作 这也让沙拉越在参阻马来西亚后取得巨大的改变和发展 他也以再生能源走廊计划为例 只过去两年内,此计划带给沙拉越新的投资达到81亿令吉 目前整个计划已经达到300亿令吉 超过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燕农和燕窝商 今天在槟城北海市政局大操场拉布条抗议 高呼农业及农机工业部长诺阿玛和副部长蔡志勇下台 为了向政府表达不满 这些燕农原本准备在大操场或路上当众焚烧 代表无线射频识别系统的蓝色纸箱 但在警员的劝说下,最终以萌柴纸箱发泄 他们也促请诺阿玛在两天内公开码中燕窝贸易协议书的内容等条件 才能让燕农和燕窝商解除忧虑 马来西亚教师基金会有限公司协调员哈斯努澄清 所谓的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指南 其实并不是指南 而是该公司和不成学校加写理事会举办的行决运动中所给予的论点 他说举办有关议题的讲座会只是一项行决运动 目的是在教育学校辅导老师如何应对这类问题及提供一些意见 他也表示对有人派发指南给全国学校仪式不知情 他们只是派给出席讲座会的老师而已 位于雪兰俄州巴达林在野的迪沙梦达里主屋发生恐怖七阴案 一名身上还占有血迹和期待未减断的出生女婴 被人狠心从高处抛下楼 小尸体坠落在一名路过男子的身旁把她给吓坏 警方在事后迅速逮捕一名20多岁女子 但目前仍无法确定女婴是出事后夭折被人丢下楼 还是活生生从高处被抛下惨死 需在解剖后才能鉴定死因 警方和见证主人员已向当地居民了解情况 希望能找出女婴的亲生父母 击打州双溪大年今天午夜 发生一对婴翼姐妹被火车撞死的命案 据知当时这对姐妹花骑着摩托抵达事发地点时 发现横摆式的铁道栏杆山门已经关上 许多交通使用者在山门前等候给火车让路 两姐妹相信是等候多时冒险从横摆式的栏杆山门缝隙间穿越 一味察觉到火车已经死尽 结果妹妹当场被撞成碎尸 姐姐受重伤 警方出请公路使用者误在冒险穿火车山门 以免成为火车轮下的冤魂 更多新闻请留意星周日报和浏览星球i.com